凌晨一點多一名黑衣人手拿球棒 對著黑色賓士轎車就是一陣猛砸 敲碎擋風玻璃還不夠 就連後照鏡還有車窗 也都被打個稀巴爛 知識嫌犯砸完車後不僅沒有逃走 還在原地等待被害車主 巨大聲響嚇壞附近民眾 當夜起來的時候 聲音很大聲 可是我不知道是個窗 從現場可以看到地面上 還殘留洗水玻璃 當時兩派人馬相約談判 但被害人爽約 嫌犯氣得當街砸車 只是情報事後調查發現 他們早有嫌隙 事情發生在9號凌晨4點多 新北市板橋區 原來他們本來是好友 只是周星男子要求 王星男子協助討債 但被拒絕買下心結 事後約出來 周星男子又不慎開車 查撞對方遭到反擊 11號凌晨1點多 他們再次談判破裂 周星男子怒查對方汽車泄粉 我之後我就先叫我那個朋友 先去報警 之後是警察 先打電話給我 新擴大調閱入口監視影像 鎖定涉案車輛 車內查扣作案用囚棒一支 兩天前雙方就因為 淘在糾紛打打出手 如今在相約談判 不僅恩怨 沒辦法化解還再度進了警局 請喜歡洋人多忙中軍團不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